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是我們的什麼 主日 好所以一定要記得 從這個禮拜開始呢 我們就要進入耶穌頭難 就是這一整個禮拜 都是耶穌的受難週 那每一天 我們的主耶穌都 為我們做了很多的事情 那如果可以的話 盼望我們在這個禮拜 有更多是屬於你自己安靜的時間 在這個禮拜 耶穌非常的痛 為了我們每一個人 他非常的痛 好在宗宿主族日裡面呢 他提到一件事情就是 耶穌要進耶路撒冷 所有的人知道 耶穌要進耶路撒冷的時候 手都會拿著宗宿 歡迎耶穌說 啊和善娜和善娜 他們為什麼手裡面要拿著宗宿 我不能切 我不能切 幫我切 幫我切 好 他們為什麼手裡面要拿著宗宿 宗宿代表什麼東西 上葉 你看這些宗宿 長得又高又直 然後呢 他們都長在水源邊 甚至他們在沙漠的地方 也是可以在 那宗宿有一個特質 宗宿他除了可以吃 他會結很多很多的果實 他還有一個特質就是他的根 會生到很遠的地方 所以就算他 在一個很困難很接近的環境裡面 他依然能夠存活 那他為什麼人家拿著宗宿歡迎耶穌 因為宗宿有一個聖利的代表 他還代表一人的意思 所以呢 他們為什麼拿著宗宿 因為他們覺得 哇 那個耶穌基督是一個聖利的代表 所以他們拿著一個宗宿在那邊 晃晃晃晃晃晃晃 那耶穌就從這中間進來 經文如果我們剛剛有往下讀 他就會說 耶穌騎了一個驢子 但是 因為他並沒有記載說 這隻驢子是怎麼來的 這隻驢子是 耶穌要進去的時候 就跟他的門徒說 你們到那個城裡面 如果有看到一個驢子 你就把它牽過來 如果別人問你說 你為什麼牽那隻驢子 你就說 主要用它 所以呢 他們就去了那個城 真的有一個驢子 就把它牽來 成為主耶穌進城的一個工具 主耶穌為什麼要騎驢子 當時的 勝利的代表是什麼 你一定要騎著 一匹很帥很俊馬 很漂亮的俊馬 那隻馬的 毛色可能要非常漂亮 那隻馬可能要非常的高大 看起來就是非常的強壯 就是勝利的樣子 可是為什麼主耶穌 沒有騎馬 他騎了一隻鋁 因為 耶穌基督要告訴我們 他騎著鋁 不是來戰爭 記得耶穌為什麼要騎著鋁 他是代表 他要帶著和平來的 帶著愛來的 今天的題目叫什麼 一路愛到你 一路愛到你 耶穌他其實可以不要愛我們 他明明就知道這些人 站在這邊的這些人很快就 可能背叛他了 他明明就知道他之後要走的路是什麼 他可以之前就說我不要了 當他看到這些人這樣 光顧他們心裡又想說 他們過幾天之後就出賣我了 如果你明明跟這個人講話 知道他下個禮拜可能會出賣你 你還會用全部的愛跟他說 你家的瓦斯沒關你要小心 前面有一個水溝你不要掉下去 還是想說沒關係 他們家火燒就他們家的事 如果他掉到水溝裡面更好 誰叫他要害我 今天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你有辦法跟主耶穌一樣 有那個完全的愛 奉獻給另外一個人 給你的家庭 給你朋友 給你的同事 今天耶穌騎著鋁進來 要應驗什麼 應驗撒加利亞俗所說的 喜安的名啊 應當大大喜樂 耶路撒冷的名啊 應當光徒 看啊你的王來 到你這裡來了 好我們來念白色這個部分 他是 同意的 並且是心神救助 並且合了你的心神 就是心神余的心 所以我們知道 今天耶穌帶來的是什麼 牽牽合合 不是帶著很生氣 不是帶著我要來報復你們 而是帶著一個愛跟和平 走進人群裡面 今天你也要一樣用這個愛跟和平 走進去人群裡面 可是在這個節期裡面 我們要一起來思想一件事情 我們今天所有的人來敬拜 都是來看耶穌基督 我們都是來親近耶穌基督 就跟這些人一樣 我們可能是都來親近耶穌基督的 但是他們來看耶穌的時候 他們真的了解耶穌基督嗎 我們每一個人都來到這邊敬拜神 他們每一個人都來到這邊歡迎耶穌 人很多 有些還要再站上去 這麼多人把耶穌包圍了 他們真的是來敬拜耶穌的嗎 他們真的是來光顧他們嗎 他們真的有了解耶穌基督是誰嗎 這些人帶著什麼樣的心態 我們是要按著聖經的景象 是非常熱鬧的 但是有真的了解嗎 就跟我們在主日歡慶的時候 我們也一樣很熱鬧 有一個牧師分享他在外國幕會的經驗 他這樣說 他說有一次他們在中宿節的時候 為了要讓所有的孩子體驗 什麼叫做大家拿著 就是中宿節歡迎耶穌進城 所以那個牧師就帶領他們 教會的小孩排一整列 為了要在中宿主日的時候 讓孩子有那個歡迎耶穌進來的那個感覺 當他排在最後面一個孩子的時候 那個孩子的媽媽站在他旁邊 跟他媽媽拉拉音講說 媽媽這裡只有樹葉沒有氣球 也沒有加年華 所以呢我不要去了 我也要玩了 我們回去 這個牧師說 當他聽到這個小女孩這樣講的時候 他心裡完完全全的體會到 當時的群眾可能的心裡是什麼 所有的人都來到耶穌面前 但是每一個人來到耶穌面前的心態 角度 心思完全的不一樣 這些人 這麼多人 他們一起要來到耶穌面前 有些人喊著 和善啦和善啦 這麼多人 他們要來看耶穌什麼 他們是不是真的跟著耶穌 其中圈起來的這個人 他可能想說 這個人是個怎麼樣 不一樣的政治人物 哇 他好像很會講 他也引導好多人 他是不是不一樣的政治人物 第二個人可能想說什麼 欸你看喔 這個人喔 他死人復活耶 走我們一起去看看 他是不是還可以讓死人復活 第三個人去看他的角度是什麼 我跟你說喔 我跟你講 他會醫病耶 你今天頭有沒有很痛 有喔 趕快跟我來 你今天有沒有肚子痛 有喔 你今天有什麼問題 高血腰嗎 趕快來 他們心裡想說 喔 有一個可以醫病的來了 那我們怎麼樣 趕快跟著去 再來 這個人可能想說嗎 好久沒聽到先知的聲音了 從舊約一直到新約 有一段時間 好幾百年都沒有先知的聲音 這些人想怎樣 有先知來了 他要發預言了 他要給我們異想了 怎麼樣 趕快到耶穌面前 每一個人來到耶穌面前的角度都不一樣 還有什麼樣的人 啊 耶穌這個有問題的 如果等一下被我抓到 他有什麼麻痺 我就趕快去跟我的上司講 我的上司就會好好的講掌握我 他們就會怎麼樣 把耶穌抓起來 這麼多的人群裡面 每一個人都帶著不一樣的心思 不一樣的意念 來到神的面前 他們真的了解耶穌嗎 按照聖經的記載 耶穌進耶路撒冷之後 哭了 耶穌很難過流下眼淚 這些人有看到耶穌流的眼淚嗎 這些人有發現耶穌心裡面的掙扎嗎 今天喊著 何塞啊何塞啊過幾天之後 定十字架的人是誰 就是這些人 喊著說定他十字架 大家一直說 反正他就是有罪 反正他就是不公平 反正他就是怎麼樣 在每一個人的心裡面 都把他當成一個最大的敵人 所有的人都用著同樣的心態 看著耶穌基督 跟著別人一起喊 今天如果耶穌來到這裡 別人開始喊定他十字架的時候 你會喊什麼 新聞我們來看一段影片 新聞有做了一個研究 他說每一個民眾都會有一個從中的心 搭電梯事件再普通不過的事了 但是要是電梯裡面的人 全都背對你面壁 你敢上電梯嗎 這個帶著花貓的大姐 藍臉胡一的上了電梯 還自動的跟著隊伍背對電梯們 這時這群人竟然 1 2 3 4 5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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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這次大陸的綜藝節目 針對從中心裡做的一個實力測驗 但敗數只是小case 你蹲我眼蹲 既然這些簡單的測驗 眼鏡男哥跟著做了 總要來點難的 再來就要接石接花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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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 地上衝 舉頭 忘年月 要接了 地上衝 他還是接 但是 到了這個環境裡面 就可能受到影響 他們抱一二三四 我們情不自禁的就抱了一個六 小哥說了 照做是因為情不自禁 根據統計 有75%的人有從中心裡 迎合社會比別原化 但這不合理的行為也坑風 可見社會群體的壓力 甚至很大 這就多了 好 好 影片看到這裡 你看到影片裡面什麼 反正大家就跟著一二三四五 所以我就應該跟著六 大家都跟著蘿蔔蹲 蹲到我的時候怎麼辦 大家都蹲了 我不蹲不是很奇怪 今天所有的人 一起來這邊說和善啦和善啦 大家是真的覺得 哦和善啦和善啦 還是你每次看到那個蛋糕店外面 還一排就想說 哦哪里一定在特價 我就跟著牌 我們今天來到神的面前 我們今天來到教會 我們今天 當我們在唱歌金盤三美神的時候 我們真的認識祂是誰嗎 這一群人 他們奮力的說和善啦和善啦 過幾天之後奮力的說 定他死自己 其實我們看耶穌整個受難的過程裡面 真的是群眾都是怎麼樣 一面倒 所有的群眾都是一面倒 只有真的耶穌親密 身邊親密幾個人 是真的了解耶穌的 是真的了解耶穌 這一張是他最後要受審的時候 所有的人都跟彼拉多說 你要定他十字架 可是彼拉多怎麼說 我念給你們聽哦 彼拉多三次哦 對所有的人說 這個人做了什麼惡事 我並沒有查出來 欸奇怪 為什麼你們都一直喊著說 要定他十字架 可是他做了什麼壞事 我並沒有查出來 所以他三次審判他 那是所有的群眾還是怎麼樣 定他十字架 定他十字架 這時如果你身為一個領導人物 你會怎麼做 剛剛的從中心裡嗎 所有的人說 一二三四五六我就跟著說 所有的人都蹲了我就應該這樣做 一個政府他為了要平息所有的明月 他還是一樣照做 怎麼樣把他釘十字架 所以這個畫面是他要洗手 彼拉多怎麼說 他說 他說 反正做這件事情 他在說什麼也無济於事 他就拿水在眾人面前洗手說 留著一人 就是無罪人的血 罪不在我 你們應當承擔 你知道下面的底下的群眾怎麼說嗎 沒關係 給我承擔也沒關係 甚至我的子孫來承擔也沒關係 反正就是怎麼樣 定他十字架就好 所有的人都沒有想他們應該怎麼做 所有的人沒有想過他們做的正確思考是什麼 所以群眾的力量是非常的恐怖 我們知道當選舉的時候 甚至當辦一些抗議的活動的時候 有些阿嬤新聞常常在採訪 從遊覽車下來人家說你去幹嘛的 我不知道啊 反正就有電檔嘛 很多人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都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之前在網路上有看到一個新聞 有一個計程車司機被殺 那被殺的原因是什麼 有四個青年人 其中最大的才21歲 有幾個是沒有成年 那他們為了什麼殺那個司機 為了1400多塊殺了那個司機 然後呢 把他砍了30幾刀 丟在大杜山的那個看夜警 望高寮那個地方 把他丟在那裡 那等一下發現那個司機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 因為他們殺啊 砍得太深了30幾刀 所以警察把所有的孩子 帶到警察局的時候 問了那些孩子 你們為什麼要這麼殘忍的 砍上一個計程車司機 其中一個孩子說什麼 反正啊大家就過去的時候啊 我就看到大家跟著一直砍啊 我就跟著砍 他只是想說反正大家都在砍 我也砍幾刀沒關係 今天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所有的人都習慣沒有去思考 反正大家這樣做 我就應該跟著這樣做 在當時的社會裡面一直到現在 好像我們也沒怎麼變 今天你來到神的面前 你真的了解什麼 你真的認識耶穌基督嗎 所有的人喊著和撒那 心裡面真的是要耶穌來 還是跟這張圖一樣 是現代版的嗎 耶穌從這裡騎進來 旁邊的人都是人 心裡想的不是錢就是愛 不然呢就想的手機股票手錶出去玩 或者是我哪一天可以當更好的職業 今天耶穌如果來到這邊 你想的是什麼 你認識什麼 所以其實你可以跟 那些喊定那十字架的人不一樣 你可以跟那些手搖中柱子的人不一樣 你可以更認識神 我想這是我們的福分 這也是我們的恩典 當耶穌問他所有的門徒說 人子說我是誰 所有的人都答不出來 只有彼得說 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兒子 好像好瞭解耶穌基督喔 可是呢當耶穌基督跟他說 我要去受死三日之後要問我 彼得跟他說哎呦不要啦 你可以不要做這種事啊 耶穌就責備他 他真的瞭解耶穌嗎 他明明知道耶穌來 是要為我們做什麼事 可是當耶穌要去受死的時候 他還是阻止耶穌基督 只有一個人的耶穌基督稱讚 那個人就是施洗約喊 當耶穌來的時候 他就說看哪 上帝的羔羊 除去世人的罪 之後呢 他又為耶穌做了一個見證 他說他幫他受洗的時候 看到天開了 所以他可以做見證說 這個人是上帝的兒子 一直到耶穌要被 第十字架的時候 他還派人去問耶穌說什麼 他還派人說 你將來要來的就是你嗎 耶穌說這個人真的是太棒了 他有認真尋求我是誰 耶穌讚美他 他有認真尋求他是誰 在我們的生命 你有認真尋求我們的神是誰嗎 你認識你今天坐在這裡敬拜的那一位神嗎 經文如果我們往後讀 你會看到有幾個外邦人要怎麼樣 他跑去找非裔說 欸我們想見耶穌耶 你們的耶穌能不能給我們看一下 今天你的同事有沒有跑來問你說 欸你的耶穌是怎麼樣子 有沒有 在你的生命裡面有沒有有人問說 欸你們信基督教在幹什麼 他們的意思就跟這群人一樣 跑去問非裔說 我們想要看耶穌耶 別的人可以從你身上看到耶穌嗎 我相信這是我們的功課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學識 保羅說什麼 保羅說因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誰 人家問你說 欸你們的耶穌長怎麼樣 我不知道 你跟我一起去用個教會 人家問你的耶穌是誰 我上禮拜卻講到沒有認真聽 所以我忘記了 今天人家可以從你的身上看見 你所信的那一位是誰嗎 隨後耶穌怎麼回答他說 耶穌告訴我們 你們要翻轉對這世界的看法 耶穌以一個人子得榮耀的時刻 來接續 他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刻到了 今天你怎麼介紹耶穌 耶穌雖然時而復活 帶給我們一個全心的旁觀 沒錯 他就是要我們傳當這個真理 榮耀的時刻 跟一般你想的榮耀的時刻一樣 經文後面怎麼說 一粒麥子 然後我們一起唸 一粒麥子 這句話我們都很熟 很多人都問貝利 什麼意思 耶穌要翻轉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你對世界的看法是怎麼樣 考試一定要考 第一名絕對不能第二名 然後業績我一定要我們公司最高的 公司領分頭呢 先比看看 啊你領一百萬喔 我才九十萬不行 我下次也一定要一百萬 然後呢 同事往上爬 不行 往上爬的那個人應該是我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覺得世人該得的榮耀 不是獎盃 就是金錢 不然就是權力地位 神給你一個觀念 提醒你 翻轉改變你的看法 耶穌說什麼 你不落在地裡死 就不行 死是什麼 當然我們看起來是絕望的 但是耶穌給一個死亡 一個全新的意義 今天當你看是最犧牲的 看是最沒有的 但是在神裡面看作的 卻是最偉大的 一粒麥子 如果不落在地裡死了 就沒有那麼多人來到耶穌的面前 同樣的 今天如果你沒有為了神去做鬼神 如果你沒有為神去做一些犧牲 那你能展現出 欸我們想看耶穌 在你身上看不到耶穌 你能展現出基督徒的樣子 所以最後我們要歸向主 學習基督的榜樣 學習一粒麥子的榜樣 讓我們每一個人都會生去做一些事情 為什麼耶穌要說麥子 麥子有分兩種 一種在冬天 一種在冬天種的 一種在夏天 在冬天種的麥子 他要經過很多的風吹雨打 而且非常的人 所以冬天的麥子非常有價值 那另外一種是在夏天 夏天他就比較沒有 但耶穌他是以什麼樣的 他是以冬天來說 他是一個非常有價值 他是一個非常犧牲 經過非常困苦 今天你能學習他的樣子 來給你們看一張體驗 這個你們應該都有種過什麼 綠豆 小朋友都有種過綠豆 我也有種過 大家應該都有種過自然科學課 有一個小朋友他還要種綠豆 他就很開心 開始把綠豆放在那個衛生紙上面 澆一點水 然後呢每天都寫他的寵物日記 就是說把他的豆子紀錄啊 那他爸爸也很開心 陪這個孩子做這件事情 幾天過後他的 他的小孩打電話來 哭著跟他爸爸說 他的寵物豆豆死掉了 他爸爸說怎麼會死掉 他跟他爸爸說 他的肚子破了死掉了 就一直哭 他的爸爸就跟他解釋說 肚子破了才是一個新的開始 在你的生命裡面可能本來也很完整 但是一個破了 你可能覺得死了錯了 那才是一個新的開始 耶穌面對死亡的時候 有很多很辛苦他需要走的路 但是他提醒我們 學習他這樣用犧牲 用愛去愛更多的人 最後我用一個故事 這個人大家認識他嗎 應該有蠻多人認識他的 他叫做實懷的醫師 他其實從小 他是一個牧師的小孩 讓他很幸福 什麼情啊 什麼才藝啊 他都會 而且呢 他想要讀什麼書 他也可以去讀 他都過得很快樂 有一天看到一隻小鳥飛來他的窗口 他覺得 喔 好有意義喔 那我的生命意義是什麼 他就開始去讀神學 讀完神學之後呢 畢業 他看到一篇報導 哇 有好多的病 在非洲怎麼樣 蔓延 所以呢 去那邊宣教的人 也好多人都過世 他就跟他的家人說 我要去幫忙 他就花了一五年的時間 去讀醫學院 之後 他的一生都奉獻在這裡 你看他抱著這個小小孩 那就是他沈屍的樣子 也有了把他畫成卡通的圖案 他的一生很棒 可是他選擇去最辛苦的地方 今天你的一生也可能很棒 可是你願意為神犧牲嗎 你願意為神奉獻你的生命嗎 一路愛到底 其實給我們很多的 你回去可以去想 神可以不要愛我們 一路愛到底 可是他為了我們 犧牲奉獻 我們今天要來唱的回音詩是 一生愛你 耶穌為了我們 攜在他自己的生命 你能為耶穌做什麼 昨天我們帶領青少期開會的時候 有討論到一個議題 關於服事 很多人覺得他沒有辦法來服事 可能是因為他可能住在很遠 很多人沒有辦法來服事 可能是因為他 覺得他能力還不足 可是其實你看看 其他的教會還有很多的教會 他們來服事的時候 他們都沒有看他們自己 他們只是很單純的一顆心 就是我能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可能很簡單的一個無事 可是我知道我對耶穌 就是有禁問 我感謝祂的感動 耶穌這麼愛你 在你的生命裡面 我不知道你們有什麼 可以回饋給神 我相信你們在這個 這一週裡面 你們可以好好去思考 神為了我們被打流血 定在十字架 我剛剛坐在下面的時候 我看你這個字架 我心裡想說 如果要我掛在那裡 我應該撐不住 這個痛是多麼的痛 我們一定都能想像 尤其是 我覺得生過孩子的媽媽 更能想像那個痛 甚至耶穌為我們 第十字架的時候 祂媽媽心裡面那個痛 但是祂為了愛我們 把祂的生命 奉獻在我們身上 我們一起起立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心愛你 心愛妳 把揮耶穌 你愛我等天的時候 你感見 我的心。她。 我的心是欣賞 給你死欸貓 祢是我的保护者 请爱你保护耶稣 以爱和恩的甘甜 我与心生生给你吸引 爱你是我的心人 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 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忧 一生爱你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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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生爱你有两种意思 一个是我们一生爱我们的神 一个是神爱我们的一生 如果今天你的亲人 你的先生你的孩子 只有你一直爱他 和他每次对你都是转向 你会不会伤心 其实我们有时候应该回转过来 把我们的一点爱先跟神 有时候我们真的都太封闭了 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 但是其实你看如果 圣经里面所有的人物都跟神说 我没有办法我不要 连耶稣都说我不要这样子之下 连玛利亚都说我不要生小孩 你觉得我们今天能够领受这个救了 神把那个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当我们生出来的时候 祂吹了一口气给我们 虽然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神的灵 你有办法活出神的样子 别人有办法从你生命中看见其多吗 别人有办法从你的生命中领受到 从神来的那个爱 让他真的能够归向神 成为神的孩子吗 我觉得这一生 我们都要为神尾声奉献 我们再一起来唱这首歌 一生爱你 崑高峰之王 欣赵静作者 我们是你 忍生 爹静作者 我們是你 公众 我 所以 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 我命上也行 爱可等你感甜 我的心深深为你吸引 爱祢是我的心中 一生爱祢 一生敬拜祢 一生爱祢 一生荣耀祢 一生奉献 一生不为我 一生爱祢 озм附我们一起叫祢 一生爱祢 �爱祢 保佑耶稣 祢爱我得你感见 我离心 神神被你吸引 爱你是我运气 一生爱你 用你自由享受 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忆 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黄贤 一生不回忆 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默贤 一生不回忆 一生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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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求祢让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成为膀胱者 我们不要只是在旁边只是看祢 我们要让别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 主我们要鼓起勇气 我们要奉献我们的一生 我们要来跟随 主也求祢帮助我们 当我们看见祢七针驴进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 我们知道祢是带着和平跟爱给我们 所以愿我们给出去的 也是和平跟爱 这个世界以为我们用了战车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以为我们用了战车 我们就可以表示我们的地位 以为我们用了生气 我们就可以赢得我们所需要的 祂是神 祢说这一切都不是 而是祢要透过我们 让别人看到 祢的座位 祢的荣耀 主我们帮我们一生献给祢 在这个受难的 时刻 我们也要向主说 谢谢祢 祢这么爱我 祢求神祢祝福我们来为弟兄姐妹 如果这样祷告都圣公圣说基督圣 好 seven 我请坐 把她们喝啥 她们喝啥 socialism doll